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线率为12% 悉尼道布尔本县是澳大利亚国内少有的 以基本实现附线化的铁路 电气化铁路长度3532千米 电气化率10.63% 并且绝大多数电气化铁路集中在昆士兰州 澳大利亚铁路路网规模虽居世界前列 但路网密度在铁路大国中却处于偏低水平 目前基本形成了以南北向东西向铁路为骨架 覆盖各州首府及主要城市的路网布局 澳大利亚铁路一般可分为洲际铁路 城市铁路 矿业铁路三种类型 第九名 南非 铁路总里程34100公里 南非有着非洲最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 对本国以及邻国的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 铁路总长约3.41万公里 其中1.82万公里为电气化铁路 南非铁路运营线路大部分为国有国营 国有公司Trestnet运输集团和南非铁路通勤公司 控制着南非的铁路网 由比勒陀利亚驶往开普敦的豪华蓝色客车 享有国际盛誉 是全球最顶级的豪华铁路之旅之一 第八名 阿根廷 铁路总里程36966公里 1854年 由商人获得特许权 修建了阿根廷历史上第一条铁路 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 私人可以在政府特许的情况下建设并运营铁路 随着农业发展与对外贸易的日益繁荣 阿根廷铁路网得以迅速扩展 1914年 阿根廷铁路里程已达3.4万公里 属于世界上铁路运输较为发达的国家 1960年 阿根廷铁路网里程达到历史最高峰 共4.4万公里 之后 受多种因素影响 路网规模不断缩减 至1989年改革前夕 阿根廷铁路的营业里程为3.5万公里 特许经营改革后 小规模的铁路建设活动重新出现 第七名 巴西 铁路总里程37,743公里 1854年 巴西第一条宽轨铁路建成 长度为16公里 此后 铁路里程不断增加 1960年 铁路网规模达到历史最高峰 总计38,287公里 20世纪50年代以后 巴西在运输领域的投资 主要用于公路 铁路网规模逐步萎缩 20世纪70年代初 铁路网规模减少到3.2万公里 90年代中期约为2.9万公里 巴西铁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 通过借鉴引进北美和南非的技术 组织开行了重载单元列车 第六名 德国 铁路总里程43468公里 德国的电气化铁路里程 目前排名世界第四 20世纪初 德国铁路网已基本形成 二战后 路网规模大为缩小 1964年 德国铁路提出铁路网扩建改造计划 对其有限进行了为期多年的现代化改造 1994年 原西德联邦铁路和东德国营铁路合并 成立德国铁路股份公司 并通过了21世纪路网发展规划的基本方案 对基础设施和通信信号设备进行改造升级 德国乘坐铁路很方便 每隔几分钟就一班 火车站没有很大的站台 乘客来往却十分方便 在德国乘坐火车旅游 可以选择购买德国全境铁路通票 无限制乘车 车型任选 第五名 加拿大 铁路总里程46,552公里 加拿大货运铁路主要被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 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运营 Virail则运营长达12,500公里的 乘继客运铁路服务 1836年 加拿大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 此后近100年中 加拿大铁路经历了建设和发展的高峰期 1975年 路网规模达到了一时最高峰 96633公里 之后 铁路网的扩展速度显著降低 铁路发展的重点 由最初的新建铁路线到后来的拆柄优化 再到对既有铁路线的更新改造 加拿大铁路的路网规模不断下降 加拿大的铁路几乎没有电气化 电气化里程为129公里 此外 加拿大虽然铁路网规模较大 但在高铁建设方面则较落后于其他国家 第四名 印度 铁路总里程66687公里 印度铁路由印度铁路公司拥有和运营 印度的电气化铁路里程目前排名世界第三 印度铁路路网在印度独立前已大致形成规模 1950年建国后 铁路营业里程增长很缓慢 但电气化率提高明显 印度的干线铁路属于客户混运型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主要干线运输日益繁忙 印度铁路的客运量非常庞盗 在世界各国中 是客运量最多的铁路系统之一 货运方面 无论从运量和收入来看 煤炭运输都在印度铁路的货运输中 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也在印度铁路的运输总收入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三名 俄罗斯 铁路总里程87157公里 俄罗斯联邦国家铁路网 在前苏联解体前已经形成 路网布局主要集中分布在 人口稠密和经济发达的欧洲部分 约占俄罗斯铁路路网的80% 俄罗斯铁路是国家的交通运输骨干 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铁路运输系统之一 俄罗斯的铁路网络由俄罗斯铁路公司垄断运营 俄罗斯的电气化铁路本来是世界第一 自2012年被我国超越之后便被远远落下 俄罗斯铁路里程包括12条主要线路 其中许多线路直接连接到芬兰 法国 德国 波兰 中国 蒙古和北韩等欧洲和亚洲国家铁路系统 第二名 中国 铁路总里程13万9千公里 中国铁路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运营 中国铁路建设始于清朝末年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 据国家铁路局发布的2019年铁道统计公报显示 截至2019年底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9万公里 规模居世界第二 其中 高速铁路达到3.5万公里 位居世界第一 全国铁路附件率和电气化率分别达到59.0%和71.9% 分别位居世界第二位和第一位 第一名 美国 铁路总里程25万7千公里 美国铁路总里程为全球第一 美国第一条铁路为巴尔地摩到俄亥俄铁路 于1830年5月建成通车 全长21公里 1916年 美国铁路总里程曾达到里市最高峰 约41万公里 此后 由于铁路经营状况恶化 大量线路被拆除和封闭 路往长度不断缩减 1980年 美国铁路实施了放松管制改革后 美国铁路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路网合理化改造 美国铁路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铁路网 但是 美国铁路的电气化太低 电气化里程只有1600多公里 货运线路占美国铁路总网络的80%左右 用于客运的网络里程仅为35000公里 美国对铁路实行私营 主要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柏林顿北方圣塔菲铁路公司 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等把持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BNSF铁路公司 是世界上最大的货运铁路公司之一 以上参考数据截至2015年 排名仅供参考 欢迎大家留言指正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关注资讯很简单